江蘇南通一個老翁在街頭賣甘蔗 結果居然遭到市容管理人員集體的搶劫 引發中國網民的討伐 目前當地政府是公開道歉了 但令人驚訝的是這一次官方沒有在稱這些人是臨時工 反而說是一個第三方公司 結果這個第三方公司又出來喊冤枉還報了警 那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今天來聊聊 那我們首先是看到12月6日的晚上 一個江蘇南通市容管理人員 竟然在街頭搶劫賣甘蔗的老人 應該是說一群人去搶劫一個老人 那這個視頻是在網絡熱傳開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是這一些黑色制服上 然後印著淨通適用字樣的一群人圍住了這個推著推車的老人 然後拿走老人車上的甘蔗 結果老人發出的這個哭喊聲是相當的淒厲 那這個視頻很快的也登上了中國大陸的熱搜排行榜 被大量的轉發瀏覽 那瀏覽人數可能高達了幾千萬人次 很多人就驚呼或者憤怒或者是流淚說 寒風中我聽到了麥甘蔗老人淒厲的哭聲 那很多人就一下子是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詩叫做麥甘翁 那裡面麥甘的老翁也是被官吏搶走了自己辛辛苦苦的勞動的果實 所以是寫到一車探千餘金 公使驅江惜不得半批紅紗一丈林 細向牛頭充炭紙 那很多網友就根據麥甘翁進行了改編 也網上流傳著很多不同的版本 比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版本 說麥甘翁推車甘蔗在南通 年麥百胎餵糊口誰料當街入市容 二十餘人騎上陣翻空甘蔗在一順 更有一人翻錢包若無視頻誰敢信 老人無力可回天唯有痛哭時堪憐 出生淒厲北風裡茫然失措大街邊 黑衣人來覆去 未留之言於片語 甘蔗裝滿執法車 徒留老人淚如雨 雖然甘蔗田不敵生活苦 躺過麥甘翁悲傷細可數 是 就看到這個麥甘翁就變成了麥蔗翁 那有很多不同版本就在網路上熱傳 那如果衣食無憂是誰又願意在街頭去 披著這個被抓被搶的風險在寒風中叫賣呢 那著名漫畫家變態辣椒 他也及時做了一張漫畫內涵也是很深 我們也一起來看一下 他畫了一幅看起來是一個新式的古裝 那幾個攔路搶劫的看似是這種強盜打扮 那麼手裡拿著斧頭還有鋼刀 然後後面卻有一個是戴著烏紗帽的官老爺 躲在術後 這其實應該是在諷刺這些強盜 實際上是官方指派的 那最有意思的是這個轉身的 這個強盜的背上還有一個大字 這實際上應該是在諷刺中共官方 肯定會說這是臨時工幹的 是 那這個視頻火爆之後是引發網絡的輿論 群情是激憤 一邊導的對搶奪甘蔗的管理人員去譴責 那這個的確是讓中共官方感到害怕 所以當地官方12月7日就通報說 紀檢部門已經介入調查了 對有關人員會啟動這個問責程序 然後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已經登門向老人道歉了 不過讓外界有點意外的是這一次當地政府 三星鎮是沒有說這些人是臨時工 而說是政府聘用的一個第三方公司 還說會終止與這家公司叫做 南通進通適用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作 然後把它列入黑名單 並根據合同條款去進行經濟處罰 看起來錯的還是第三者 那對的呢還是官方 可是我們也都知道說這個第三方公司 那就是呢是中共政府聘用來幹髒活的 平時呢用來是轉移政府的開支 給領導的小利益團體 那真出了事兒他就是用來推薦責任的 所以呢這一次不過是臨時工 換了一個新的名詞叫第三方公司 那很多人就聯想到是兩個多月前 網上還熱傳另外一起事件 也是在南通然後去城管 直接拉起老人把拎起老人然後把他睡在地上 我們也來看一下 從當地政府公開道歉就可以看出來他實際上這樣搶劫 但是呢這個做惡的這個第三方零食公司呢 他居然還跑出來報警 也可以看出來 他們在中共官方的這個授權下 真的把自己當合格的執法者了 但其實呢這也是違法的行為 因為上海一個律師丁青坤他就告訴大陸媒體 他說當地政府執法外包其實是缺乏法律依據的 那他就拿出了這個行政處罰法第20條第21條規定 說行政機關是不得委託其他組織或者是個人去實施行政處罰 委託的行政機關對受委託的組織實施行政處罰的行為 應當要去負責監督 而且對這個行為的後果承擔法律責任 所以這件事發生之後很多人就在哀嘆說 可憐的中國老百姓因為沒有投票權 每年呢又要被政府花將近兩萬億人民幣來對自己進行維穩 然後還要被城管警察欺壓 所以大家是覺得是相當的可憐 不過呢即使呢中國老百姓現在碰到這樣的這種事情呢 中共呢還是鼓吹說呢 它這個是更高級版本的一個民主 那因為可以規避呢說是每年 每四年選舉的一次是像美國這樣的什麼140億美元的這樣花費等等的 就不說呢說每年花費的這個幾萬億的這種維穩經費 和老百姓遭遭的待遇 還說呢這叫全過程民主 是 所以呢看到外界呢就都開始嘲笑了 大紀元時報遍布全球 不受財團 政黨影響 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 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預角於樂 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頂報專線 0800-566-688